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北季风昨天已经发威了 大家应该感受很深刻 又降雨又降温 那这个雨还会一路的下降 而且延伸到中南部地区 所以今天是全台湾各地都有雨 当然了北部地区 尤其是东北部地区 宜兰地区 中央迹象署还发布了大雨特报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 还有大台北山区 今天都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今天各地的降雨几率 都是30% 但是同样的数字 各地的降雨状况 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 还有宜兰地区 可能会达到大雨等级 但是中南部地区 基本上它比较是零星的短暂正域 好的 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 我想全台湾各地都需要 出门攜带雨具了 好 那在温度的部分 今天不只是北部地区 继续的降温 而且这个降温 也已经沿到了中部地区 都会明显地感受到降温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数的预测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是17到18度 全天都偏凉 而中部地区是19到23度 南部地区是20到28度 东部地区则是17到25度 澎湖地区19到22度 这一波东北季风 那么温度降幅最大 然后呢影响最剧烈的时刻点 就是今天跟明天 撑过了明天之后呢 礼拜天开始 那么东北季风就会开始减弱 然后也会逐步地回温 但是现在终究是冬天嘛 所以呢东北季风随时会来报道 下个礼拜二 估计呢又有新的一波的 东北季风来报道 所以礼拜天跟礼拜英 可能只能算是空档 然后接着呢到了礼拜二呢 又会明显地感受到 这一个东北季风来报道的影响了 好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17度 台中台南20度 高雄花莲彭湖21度 宜兰18度 台东22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 涨跌互建 道雄很强 而这里面你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在这一个七大科技公司 之外的公司呢 昨天是成为主要支撑美国股市 非常重要的来源 而七大科技公司呢 反而是主跌的来源 那么道雄工业指数呢上涨了520点 刷盘指数是35950点 涨幅1.47% 这里面呢在道雄成分股当中 医疗保健股业占比比较高 所以涨幅呢也会特别的高 那么可是呢我们在看到的是 这个纳斯拉克呢 反而是下跌了32.27点 刷盘指数是14226点 跌幅0.23%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17点 刷盘指数是4567.70点 涨幅0.38% 费成半导体下跌了28.78点 刷盘指数是3724.58点 跌幅百分之0.77 七大科技公司当中呢 只有苹果上涨了百分之0.29 其他的六大科技公司都下跌的 微软亚马逊小跌 但是Google呢跌了百分之1.88 NVIDIA跌了百分之2.85 META跌了百分之1.52 特斯拉跌了百分之1.78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昨天非常的戏剧化 原本呢是开很高 但是呢随后很快的杀低 那么这当然都跟OPEPLABS的会议有关 那么OPEPLABS的会议呢 没有明确的说明这个强制减产的情况 但是呢说呢这个成员国呢自愿的 那么在现有的减产额度当中 就包括了沙地阿拉伯的自愿减产额度之外 再减产一百万通 明年开始啊 那么这个消息呢曾经一度使得油价大涨 涨幅呢都超过了一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随后呢大家发现说这一个自愿减产 它的强制力不足 在执行上面来讲 恐怕不会有很好的执行效果 所以油价呢由上涨转为下跌 牛约油气货价格下跌了1.90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5.96美元 跌幅2.44% 白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0.27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82.83美元 跌幅0.32% 你有没有发现就连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跟白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 差距都很大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农粮价格的部分 自家哥黄豆期货下跌了0.32% 自家哥小麦期货上涨了1.75% 自家哥玉米期货上涨了2.33% 在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在11月呢 其实涨了2.6% 涨多了出现拉回 小幅度的拉回 下跌了9.90美元 每二桶报价是2057.20美元 跌幅0.48% 白银的期货呢 上涨了0.85% 铜的期货上涨了0.65% 把金的期货下跌了2.03%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那么整个11月呢 美元是跌跌跌不停哦 那么在1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呢 上涨了0.75个百分点 出现了反弹 来到103.54 不过呢月线呢 仍旧贬值了将近3% 这里面呢欧元对美元呢 贬值了0.7% 是主要呢美元升值的来源 因为呢欧洲呢 现在传出来 有可能在明年4月就要降息 这样子的一个预期 并不是真正有这个消息 而是预期 好那么英镑呢 也对美元呢 贬值了0.54% 日元呢 对美元贬值0.65% 来到148.19日元 对1美元 好那么欧洲的三大 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市报 白争物价指数上涨了30点 涨幅0.41%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上涨了43点 涨幅0.5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 48点 涨幅0.3% 欧股的上涨都在反映 对于美国 还有欧洲的降息预期 因为通膨数字 都看到明显的降温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呢 美国呢 公布了10月份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这个数字呢 它是联准会最重视的物价指数的数字 那你看到这个物价指数有CPI 有核心CPI 然后呢同时还有这个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但是呢 联准会最在乎的是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它的采样当然有一些些的不同 那么在PCE的部分 那么昨天所公布的数字 不管就月增率 或者是年增率 那么或者是核心月增率 或者是核心年增率 那么通通都比10月份的 9月份的数字要来的更加的放缓 所以10月通膨降温这件事情 是板上定定的更加的确定 而在收入的部分呢 月增0.2%支出的部分呢 也是月增0.2% 没有再像9月份这样子的 暴冲式的消费支出 但是呢还算是维持平稳 所以呢消费呢 大概没有像9月那样暴冲 有一点降温 然后呢同时呢通膨呢 也明显的放缓 所以呢目前市场呢 高度预测明年呢 应该会降息 所以现在的股市在反映的是 明年的降息预期 而欧元区呢 昨天所公布的10月份的CPI 只有2.4% 这也比这个10月份的2.9% 明显的放缓 那么所以呢 现在昨天呢欧元之所以贬值 是因为呢市场开始认为说 那以欧元地区的这个通膨降温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那应该明年4月 欧洲央行应该就会降息了 虽然欧洲央行官员都不松口 而且认为现在并没有考虑降息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那么现在欧洲的经济疲软 再加上通膨呢 已经被一定程度的控制 这些呢都使得市场高度乐观的认为 明年就会降息 好那在降息预期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11月期全球股市表现都非常强劲 如果以MACI世界指数11月来看呢 月线整个呢是渴望上涨超过百分 将近百分之九 当然这里面呢标普呢 一个月涨了百分之八点九 纳斯达克呢 一个月涨了百分之十点七 这两个指数的一个月的涨幅呢 都创了2022年7月以来的最佳月份 那么欧洲的部分呢 那么泛欧的600指数呢 也涨了百分之六 高科技的部分涨了百分之十一 价值类股也涨了百分之六点七 好所以十一月呢 真的是一个欢呼的月份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英国会不会重新加入欧盟 根据最新的UGOT 最新的调查显示 百分之五十七的英国人 现在呢希望能够重新加入欧盟 另外呢昨天韩国举行地域决策会议 是连续第七次 那么停止升息 连期动了而且呢还暗示说 现在的高利率百分之三点五 至少要维持半年以上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石油输出国呢 传出来这个昨天呢 那么沙奥地阿拉伯宣布了要 在现有的减产基础 就包括强制减产 以及沙奥地阿拉伯的 额外的资源减产 以及俄罗斯的额外资源减产之外 再减产一百万桶 那么这个呢使得国际上面的油价一度大涨 但是呢随后呢 OPEPROPS的声明稿里头呢 所提到的减产是自愿性值的 好那自愿的话呢 大家都不相信呢 他们的这个强制力 所以呢油价就有涨而跌 好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瑞士银行所做的超级富豪调查 亿万就他的资产必须超过一亿美元的亿万富豪呢 那么去年呢增加了7% 达到了2544人 而总财富呢是增加9% 在这里面呢 那么就人数而言呢 那么是属于富二代的部分53位 是属于新增加的富二代是53位 而创业的新增加的呢是84位 但是呢就新增加的资产而言 富二代新增加资产1500亿美元 而这个创业资产所创业家 所增加的资产1400亿美元 这是他们从2015年有这项调查以来 首次富二代的资产增加呢 是超过了创业者他们的增加 这当然跟股市的表现相对疲软 有很大的关系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昨天呢 制造业跟非制造业的PMI 持续的滑落 那么显现经济呢 放缓疲软的情况仍旧持续 制造业的PMI指数呢49.4 要比前一个月49.5 小幅下滑了0.1 但是仍旧在紧急融库线50之下 而非制造业的部分呢 来到50.2 比前一个月的50.6 再下滑了0.4 那么反映的呢 是非制造业的需求 也是相对疲弱 那么这使得综合PMI指数呢 来到了50.4 勉强在紧急融库线之上 而且非制造业的PMI呢 那么它是今年以来的最低的数字 也凸显出来 现在在疫情解封了之后呢 中国大陆的需求并没有释放出来 所以呢 经济疲弱的现象 恐怕可能要持续到明年的农历春节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呢 涨跌互建 上升综合指数 上涨了7.99 双盘指数是3029点 涨幅0.26% 深圳城市呢 则下跌了17.48点 双盘指数是9726.92点 跌幅0.18% 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上涨了31.18点 双盘指数是17,024点 涨幅0.18%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MSCI生效 那么尾盘的时候呢 那么出现了大量的交易 而且也拉尾盘 最后呢 收盘上涨了63点 收盘指数17,433点 涨幅0.36% 成交金额是4,144亿元 那么收盘也创了今年的收盘新高 整个11月呢 大涨了1,432点 外资的买超达到了2,400 咱们再到台湾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